大飛翰天雅 習近平借李軒龍訪華 結果上演了一場大戲 當然中國的報導永遠都是一種消息 因為大國而台灣很多親中共媒體 他們都會照樣做 就是出席博弩論壇 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時候 李軒龍說台灣國內有媒體 引述中國外交部的新聞稿 說李軒龍會晤習近平說 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 更加說今天湖南明日台灣 這個是不對的 將會帶來不可預測的嚴重後果 指有事報 就是台灣 今天又清 對此台灣外交部 回應 該內容引用至中國官媒 與新加坡政府新聞稿 和相關媒體報導明顯有出入 中國的媒體 只是說官方一個中國政策 基礎上和中國發展友好的關係 台灣的問題是中國的內政 鼓吹今天湖南明日台灣 會帶來不可預測的嚴重後果 新加坡主張 國與國應互相尊重 和平共處 互利合作 避免衝突 共同應對風險挑戰 即使有競爭 亦都基於相互尊重和信任 不能非黑即白 選哪個站隊 其實呢 剛才的報導 即是說是李顯龍所說的 這番話 我相信百分百不是李顯龍所說的 為什麼 由頭到尾 就是什麼 就是中共用語 即是正常的華文社會 第一李顯龍不會用華文 我當你譯 譯他做華文 但是所有的用語 所有的用句用字 全部都是中國共產黨的套話 但是新加坡的外交部的新聞稿 就不同了 李顯龍祝賀習近平連任國家主席 以及兩會順利召開 重新良好的雙邊關係時 李顯龍和習近平同意將 升中關係 升級為全方位 高質量 前瞻性的夥伴關係 反映了雙方 致力於不斷擴大雙邊合作 並在數位和綠色環境 前瞻性的領域尋求新合作 兩人亦都一致認為 雙方應致力 將航班和人員內往 恢復到疫情水準 新加坡也都提到 習近平向李顯龍介紹 中國國內優先事學 理則對中國致力於改革和現代化的努力 表示歡迎 並強調新加坡 願意加強與中國的經濟交流 此外 李顯龍也都和習近平 開放和平包容的重要性 而自由時報說 對於李顯龍會伍習近平 台灣外交部表示 持續密切關注相關發展 台灣國內的媒體 引辱中國的官媒 報導李顯龍會伍習近平 談話的內容 與新加坡政府新聞稿 和相關媒體報導明顯有出入 台灣外交部更加澄清 此類未經持平核實 台灣的意圖影響台聲 就是台灣和新加坡的關係 正常發展的報導 外交部是不會接受的 這個就是中國慣用的伎倆 就是我和你談完之後 比如和美國也好 和德國也好 他們有他們自己的方向 甚至有一些基本上 是沒有談過的議題 或者不是這樣說的時候 他們就用中國的語言 即是內宣 去告訴中國人 台灣就是中國內政 實際上你看到新加坡 他們發現是沒有台灣的 只是說和中國加強合作 和東盟上高 應該大家更加開放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說 習近平 謝 李顯龍 這一次的會面 想想夾爆台灣 給台灣人 或者中國人他們看到 台灣人現在他們不相信 他們覺得台灣人已經走出去 但是他用這些 尤其是新加坡 一個國際金融城市 他金融國家應該是 金融國家 他的說話 告訴你 新加坡 新加坡只是承認中國 台灣 你一點都不用想 對於國內來講 你看看 全世界都承認了台灣 是中國的一部分 是美國人在搞局 美國人和台灣 台獨分子 在那裡 但是對於新加坡來講 新加坡 李顯龍講過很多次 新加坡是一個很小的國家 他不想在兩個國家裏面 走向一方 他更加傾於 就是說和中國的貿易 和金融體系 因為大家要明白 短短五年 已經有1800個家族企業的辦公室 搬了去新加坡 而新加坡頭六位的最有錢的人 就是中國人 所以 基於這樣 李顯龍是不會得失習近平的 但是以李顯龍 就是說 國際的所謂的中間人的角色 你沒有聽錯 是全球的中間人 或者中間人的角色 這個就是新加坡現在要做的 他不會得罪台灣 更加不會得罪美國 中國 也都不在話下 所以 他不會在這個時候 告訴全世界 他站在中國那邊 因為台灣問題 就是你的立場問題 烏克蘭也是立場問題 當你不譴責烏克蘭 俄羅斯進入國蘭的話 這件事 這樣你就跟西方國家對著幹 如果你在台灣 你站在中國那邊 或者你不是站在西方國家那邊 那這個也都是造成了兩大勢力的分裂 你只能夠選一邊 那新加坡在這個環境 他要做一個中間 就是說 自由一點的角色 他不可能在這裡說 哎呀我支持一個中國原則 或者一個中國的政策 而更重要的 他都在看著台灣 台灣現在大量的企業 出走中共 那他們很有可能 在新加坡上市 或者投資新加坡 甚至馬來西亞 是這樣的話 這樣對於新加坡 來說 他是整個東盟的金融中心 是這樣的 分分鐘 有台灣的資金 台灣的技術過來 對新加坡是百利而無一害 至於中共 中共的變數太多 雖然今天看到習近平 大家喜氣洋洋 但是事實呢 所謂的全方位的戰略夥伴 這些實質上 有多少的政策是真的簽了下來 如果你問 問中共 現在新加坡 新加坡要做國際金融中心 那我們是不是放些企業過去上市 那香港呢 所以新加坡應該不會在這個時候 講這些話 但當然 對於習主席來說 內宣外宣 是現在 要做的 因為中國經濟實在太差 在這樣的環境 一定要的 就是說 令到激起了 大量的 就是大量的 就是 同壽敵蓋 食草三年 節目做到這裡 拜拜